以色列独立之后不足20小时 被周围的阿拉伯国家重重包围 各国的领袖是要将以色列人掏进地中海 北面有黎巴嫩、谢利亚、伊拉克大军 越过加利利、横扫海法、直戏特拉维夫 特拉维夫就是以色列的首都 然后东面越南有亿万大军攻占巴勒斯坦总部 南面有埃及大军就向北推进 阿拉伯联军的总兵有十万人 无论设备什么人口都占优势 以色列的军队只有三万人 这场战怎样打 他们联军架下有十万人 以色列人有三万人 请不要忘记当年的1948年独立的 不到二十小时 里面进去只有老人、妇女、小爱 这个场面这个战争只是大气小的场面 如果你看足球的话 不能打得被挨打的情况来的 但是以色列人不怕敌人的攻击 战一高昂决一宝贵 国土坚持到底绝不退让 经过七个月的恶斗 他们奇迹地大败阿拉伯联军 由三万人打十万人打赢 为什么?因为要去救哈贝 不是 是因为神的应许 我等一下解释什么叫神的应许 接下来 我们有 历史上有很多不明的战争 第一个就是六次战争 1967年5月阿拉伯国家在苏联强大军备支持下呢 发动这场战争 以色列要面对二十万的阿拉伯大军 以色列当时只有召集到七万的正统军而已 6月7日以色列便收复了耶路撒冷救场 没打没有事打了 以色列就拿说回了这个耶路撒冷 在1974年10月10月 埃及总统沙大精心策划这场战争 在我出事前的一年 定下发兵字细为1973年10月6次 为什么选这一字 原来啊 犹太的Glander里面 立法里面 这字叫做赎罪字 按圣经吩咐 当真是什么功都不可做 因为赎罪字要在耶路华的神面前赎罪 同学妹 为什么要明白什么叫赎罪字 在以色列人当中 赎罪字就是他们过年的时候 他们要在神面前不能做功 免战争也不能打 这个埃及的总统沙大 很古往啊 就是很奸诈 他特地选择日来战争 因为他知道 以太人不能还手的 只有被挨打 不能被 这个战争要打 安息日 赎罪字 什么功都不能做 战争也不能战争 只有被挨打的份 但是以色列这个民族 是敬畏上帝的民族 宁可被挨打也不还手 白白被挨打一天 什么都不能做 因为是赎罪字 过了那一支 过了那一支 第七支 报新闻 历史告诉我们说 他们反击 以色列人反击 他们用他们的空军 空军的战斗 所有的 这个配备 直去 这个威人署 碎日的战争打了 直接把飞机 整个军队开到 埃及的首都开了 然后 埃及的总统沙特 叫美罗马救命 帮助 要不然今天 连埃及这个国家 都不见掉了 我想到这里 兄妹妹 你有想到 为什么 会这样 以色列的领土 自从1948年之后 每一次人家打他 每一次他的土地 越来越多 你没打他 每一次他越大 越多地 为什么这样 很奇妙的 这个战争 没有找他打架 没事情 找他打架 他越来越好 土地越多 为什么呢 因为神说要他们永远 住在那里 不再分散 这些人都要 消灭 犹太国 这些人都要 消灭以色列 希望以色列在 中东中的地方 完全消灭 但是神的应许 不能 不能 这样无效 反而你别打他 神更坚定他的应许 使到这个以色列 我没有在那地方 从此 因为刚才你读的经文 刚才你读的圣经 圣经说 他们要永远 永远 住在那里 从永远不再分开 还有 圣经 还 上帝没有忘记 对阿伯拉罕的应许 凡祝福以色列的 都要被捕图 凡祝 以色列的 都被捕图 更何况现在要打以色列 所以每一次战争 每一次打战的时候 以色列都打赢战 不是因为他厉害打 不是因为他懂得 孙子兵法 而是因为神的应许 在那里 今天看到这里 然后 接下来 我们来读一段经文 第一